民眾一連兩天光顧挖寶 從床板 衣櫃到小沙發 什麼都有還任君選擇 這些全是首都大飯店 小巨蛋館過去使用的家具 飯店原址將利用疫情期間 進行危牢改建 所有物品全部免費放送 還有人特地開貨車來載 負責拆除建物的承包商 透露這些萬元起跳的 歐式風格沙發椅和床板等 還能發展出二手商機 旅宿餐飲業再遭疫情重擊 有老飯店進行改建 也有飯店暫時關閉餐廳 降低營運成本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十二廚 五月前暫停午餐和下午茶 台北軍藥酒店旗下兩間餐廳 暫停營業到五月三十一號 台北老爺大酒店的咖啡廳 並則在週一到週四暫停內用 本土疫情還沒到高峰 業者表示會持續關注疫情變化 短期內只能步步為營 混動應變 英文曹生徐起中採訪報導